主料,鸡爪400克,主料,将一块,小红椒两个,白糖半碗,白醋一碗,盐三勺,凉开水一大碗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把白醋一碗,白糖半碗,盐三勺,凉开水一大碗,调成糖醋水烧开,放凉后,放入冷藏室,锅里烧开水,水滚后放鸡爪和姜上去煮五分钟关火,让流水冲进鸡爪, 将鸡爪放入冰水浸泡两小时,两小时后将鸡爪移入冰冻的糖醋水中,放入冰箱继续浸泡十小时后即可,烹饪技巧,凤爪在冰水里浸泡,可以使肉皮几致脆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